独特新闻8月2日报道 有网友日前发视频称 武汉家案区塔子湖街道后湖大道附近 发生地面塌陷事故 当天下午 记者采访塔子湖街道办的机械人员 询问事件的真实性时 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 领导都去现场了 当记者想进一步询问塌陷原因时 工作人员反问深圳报业 为什么要报道武汉的事情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看 本次地面塌陷范围很大 塌陷的地面上有被困的轿车 有高压线 近处还有楼宇和临街店铺等 让人担心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虽然目击者说现场没有人受伤 但它可能威胁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地线如果处理不当 或会发生次生灾害 在这种突发情况下 武汉市民迫切希望了解有关地线的资讯 武汉以外的人也有信息需求 所谓灾害当前 人同此心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哪怕负责处置的部门单位 不能一下子找到事故原因 调查需要逐步展开 但伴随救灾应急的阶段过程 发布信息 满足社会公众知青权 也是职责所在 从工作人员的回复看 街道的人都去现场应急处置了 说明临时的反应不算慢 在这种形式下 记者前来核实一些地线的信息 工作人员哪怕不熟悉前方进度 也应该尽可能提供便利 比如给一下现场街道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这么做并没有超出工作范围 实在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本分 问题是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进到信息发布的职责 反而觉得记者前来采访地线是一种冒犯 乃至于反问记者为啥报道 哪怕是站在街道的角度 这也是非常不得体 不正常的反应 说清了 这是街道工作人员不懂工作流程 随意发挥 业务不通 说中了 这是侵犯公众知情权的立场问题 抵出记者采访地线 怀疑媒体的报道动机 好像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但如此不尊重公众在突发事故上的知情权 人们难免会多想一层 地线是不是有其他人为因素 如果没有的话 为何有关工作人员要遮遮掩掩 抗拒媒体采访呢 对记者如此警惕 是不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什么 所以才这么紧张 根据以往的其他案例 尽管地线的原因多种多样 发生在城区的事故 很多都与过去的或正在进行的施工有关系 记者采访得知 武汉正在施工的地铁12号线 穿过地线所在的区域 那地铁施工与地线有没有因果联系 是外界首先想确认的 至于具体原因 反而摆在第二位 因为武汉街道工作人员的那番话 武汉地线这件事未受关注 在事件影响陡然放大的前提下 也不排除当地会很快发布相关通报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地线 公众从知情的角度 探寻这方面的信息 都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无论是相关工作人员 还是政府通报 都应当尽力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 假如地线与地铁施工有关 人们必然会追问施工的科学性 与组织管理能力 然后又会进展到问责的那一步 由此可见 地线的知情权 与社会的监督权 是紧密相关的 只有知情 才能更好的监督公共项目 是否被正确地执行 所以武汉地线发生后 有关工作人员不必要的警惕心理 反映出基层对公众知情权的认识不到位 缺乏诚恳的尊重 认识水平与执行力 都远远没达到社会的基本期待 由于工作人员的态度 不少人担心 武汉地面塌陷发生之后 公众知情权也会随之塌方 如果有及时坦诚的通报 或许可以化解这种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